我们再看回到市场方面 经过去年一整年的动荡 市场也是非常憧憬 在新的一年里边 货币政策的调整方向 或者是说可能各行业的 这个严监管是不是有所放松 那么当前我们投资者 应该来怎样去调整一下 自己的投资部署呢 现在我们来立即连线 公益国际研究部的宏观分析师 张鸿虚先生来为我们解读一下 张先生您好 你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就是 去年12月以来 其实内地的货币政策 可以看到在整个调整的过程里边 越发的趋于一个明朗 那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 市场是如何来预测 整个2020年2022年的 一个货币政策的方向呢 那么结合当前有一些可能 疫情的变化等等这样的情况来讲 会不会说这个方向是有所调整的呢 是的 根据我们的一个研究的话呢 我觉得从原则上来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今年的货币政策会继续坚持 稳自当头 稳中求进 的一个基本原则不会变 也就是说货币的供应量和你的社融 这个规模增速 还有同你的民意的GDP的增长 是相互匹配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基本的要求呢 因为这个基本的要求 它是基于当前的央行的跨周期政策框架的一个 这个需要 那么央行的跨周期政策框架 它主要强调的是什么呢 跟过去不同 过去的话 我们主要看的是产出缺口和通胀波动 还有就业等等 这个主要因素 包括国际贸易等等 这四个主要因素 那么它的一个短期的这样的一种影响 就货币政策对于 这个四种因素的短期影响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不仅看短期 那么也强调长期的一个政策空间 也就是说你短期政策实施与长期的政策的空间 要相互的考虑 相互的联动 所以的话 我们稳自当头是一个核心 但是呢 从结构性上来讲 或者在实施的过程中来讲 保持市场流动性的合理充裕 灵活精准的货币政策 肯定会更加的 这个在今年来看的话 会更加的这个需要 那从边际的角度来看 也就是从量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货币政策我觉得会更加的宽松 主要原因有三 那么第一点 我们也看到中国的这个中央经纪工作会议里面 也强调了当前中国仍然面临三大挑战 攻击冲击 需求收缩 还有预期转弱 三个挑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中国的宏观去杠杆 2021年的时候效果显著 那根据我们的一个特算的话呢 就是说从今年的 从去年全年来看的话 中国宏观总杠杆率 差不多可以降到273.5%左右的水平 相比2020年的四季度 累积的这个边际 这个累积的这个杠杆率 会下降7个百分点 这是非常多的一个数 因为7个百分点是你GDP的7% 所以有上万亿的资金 这个去杠杆化了 所以根据我们 就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易刚所讲的 就是说他需要在经济增长 与金融监管 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话 那么去年可能更加强调的是 这个风险 那么今年我想 会更加强调的是经济增长 所以从边际的角度来讲的话 货币政策肯定会放宽 那么这是基本的 这个第二个原因 那么第三个原因就是 我们也需要考虑到美国加息 那么美国加息的影响 肯定对整个的这个 资本市场的流动性 包括对于国际贸易收支 也就是我们的进出口会产生影响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也需要 有一定的积极的 相对中性偏宽的货币政策 更加这个富有灵活 精准且有弹性的货币政策 来进行这个 信贷方面的一个支持 那么从时间点的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如果美国加息 中国的这个外需 这个外需增长开始减弱 那么内需的话呢 这个复苏仍需要一定的时间 那么在这种三个条件 叠加的情况下 我觉得落地进一步的宽松政策 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也看到 在上一年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表象 就是互联网和房地产行业 可以说是受到了最大的影响 包括它的上下游产益 也是兼列不断地 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冲击 那么在一轮 这个盐监管的调整之后 在今年这个数字科技行业的监管 与地产行业的监管调整方向 是否会有一个松动的趋势呢 是这样的 就是从这个数字科技监管的角度来讲 就是过去全球政府 它针对数字科技监管 它并非这个数字科技本身 而是限制这个流量经济 对金融市场和这个社会公平的扭曲性影响 比如说你互联网这个平台 你根据这个 这个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自身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低成本性 在短期内 很短的一个时间内 它可以迅速地累积这个 互联网的一个流量 那么通过这个互联网的流量以后 你可以愈发的规模化 那么规模化了以后 你可以进一步的金融化 我们也看到基于很多的电商平台 互联网平台 它就可以很快 对吧 这个创造不同的一个金融衍生品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可以进一步地放大 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 所以的话呢 这是第一点 就是我们需要看到的 那么第二点就是说 你互联网公司 你会收集大量的这个数据 但是这些大量的数据是来自公众的 比如公众的行为 公众去哪里 公众平时买什么 公众喜欢什么 但是这个数据 它不是企业自由的 这个数据它是公共属性的 所以的话呢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就是一个自由企业 是不是适合使用公共的数据 为它自身的这个利益本身的创造 来寻求有效途径 那么需不需要对这一方面进行监管 我想是必要的 因为你占用了公共的这个数据 因为这个数据是社会化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金融科技的监管呢 它主要限制的就是说流量经济 对在金融领域的扩张 同时呢 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 这个金融科技监管是需要它建立一套这个数据规则 就是因为你所有的流量都是要基于数据的 数据要素的 所以你围绕数据要素的话 你得建立一套比较 比较好的一个监管和市场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想的话在今年来看的话 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 金融科技领域的这个创新和尝试 只要是围绕数据要素的 那么可能未来会趋延 那么并且呢 这种创新和尝试啊 金融科技领域的 那么可能会全面的纳入 沙盒监管的一个政策之下 其实你看全球现在其实都在做这个事情 那么至于这个地产方面的话 我觉得长期 那么之前我们中央工作经济会议也讲了 那么长期的话我们的目标还是说 住房是这个是这个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所以还是要调整这个预期 这个预期是很关键的 那么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呢 我觉得还是要遵循文字当头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谢谢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目前呢也有学者来指出说 中国经济的运行也面临的严重的下行的压力 而且就业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今年的可能就业压力会更大 所以还有短暂的时间想要请跟张先生聊一下 您觉得就业问题是要如何的解决 那么有哪些政策可能是政府会出台的呢 是的 就是因为现在经济下行 确实相对压力比较大 所以的话呢从这个就业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从三个方面我们需要考虑 那么第一呢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的近期的江东里在这个国务院的常务会议中 就强调了一个就业问题 那么他主要是从需求策的角度 强调怎么解决现在的就业 比如说他说加快有效投资 那么有效投资其实就是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端的一个投资 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快 那么他提出了要采取以公代正的方式 使部分在是没有就业的这个农民有活干有收入 那么以公代正什么意思呢 就是通过公共的基础设施建设 然后让暂时失业的人群进入到这个项目当中 然后呢增加他的收入 所以这是从需求策的角度来解决短期就业压力大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结构性的问题 就中国的整个的这个就业问题 或者说劳动力市场当中的 这个就业与失业之间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结构性就业的矛盾 这个矛盾是最大的 那么结构性就业的矛盾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培养出的大学生 或者你培养出的人才 跟你市场的结构 你市场所需要的人才是不匹配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从长期的角度来讲呢 从供给侧的角度来讲 主要就是加快培养和扶持这些技术性的人才 那么最后就是从产业的角度 我觉得还是要支持中小微企业各地工商户 因为他们吸纳了80%的就业岗位 有90%以下的新分就业 那么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张先生 带来的非常详细的解读 谢谢您 好的 我们也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